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总统拜登周四发表国情咨文演讲 试图让美国人相信他的政策提振了经济发展并保护了他们的自由 希望以此和共和党人以及前总统特朗普形成鲜明对比 拜登在国情咨文演讲中回顾了他几十年的从政生涯 他说这几十年来他被说过太年轻也被说过太老 但他始终知道什么能持久 拜登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了激昂的大选年演说 就在两天前 特朗普几乎拿下了在超级星期二举行共和党党内初选的所有州 巩固了他作为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的地位 这位现任总统拜登与前总统特朗普之间非同寻常的再次对决铺平道路 拜登似乎对与国会共和党人互相拉锯乐此不疲 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反对他的议程 有一次他问道 哦 你不喜欢那个法案 是吗 他指的是参议院的一项两党边境协议 该协议将允许政府在每天过境移民超过四千人的门槛时驱逐移民 特朗普反对这一措施 并敦促国会共和党人予以否决 他说 真是见鬼了 后来还说 如果共和党人通过上述参议院协议 他就准备解决边境问题 拜登在演讲一开始就指出了民主在国内外面临的威胁 拜登敦促国会议员支持对乌克兰的新一轮军事援助 并警告称 乌克兰抵御俄罗斯攻击的能力 已经到了关键节点 历史正在凝视着我们 拜登表示 如果美国抽身而出 将至乌克兰于危险之中 拜登还在没点名的情况下 抨击特朗普在散步围绕2020年大选的舞弊指控中所扮演的角色 受这些指控影响 2021年1月6日 特朗普的支持者袭击了国会大厦 拜登表示 你不能只在自己胜出时才热爱你的国家 当前拜登的总统任期处于一个充满挑战的阶段 《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尽管公众对美国经济表现出更乐观的情绪 但拜登以微弱差距落后于他的共和党对手 在摇摆州进行的民调也显示出拜登在正面交锋中落后于特朗普 我接手的是一个濒临崩溃的经济 拜登表示 如今的美国经济让全世界羡慕不已 现年81岁的拜登是美国最年长的总统 他最近不得不面对一份特别顾问报告 该报告称 拜登似乎是一位记忆力差的老人 这让捐赠者和民主党高层感到担忧 演讲前 白宫表示 美国军方将在加沙沿岸设置一个临时码头 供货船卸债食品 水和其他紧急物资 以帮助解决以色列与哈马斯交战期间的人道主义危机 拜登简略地提到了他支持的一项计划 该计划将会更严格地限制企业最高薪员工的薪酬税额抵扣 他希望将公司税率提高到28% 并增加对美国公司海外利润的征税 拜登认为 特朗普政府期间批准的2万亿美元的减税政策 绝大多数是在帮助最富有的美国人和大公司 并使联邦赤字 爆炸性增长 对于国内民众来说 真的有人认为这项税法是公平的吗 拜登说 并问富人和大公司是否需要再减税2万亿美元 一些人大喊不 拜登说 我当然不会 我会继续拼命斗争 使之公平 这场电视讲话给拜登带来的观众数量 可能将是他在8月份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之前最多的一次 堕胎权在此次演讲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民主党人认为 最高法院2022年推翻罗素维德案的决定 在11月份的选举中将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该案被推翻使堕胎权不再受美国宪法保护 在会议厅内 民主党妇女核心小组成员身穿白衣 支持声誉权 拜登说 他的前任一心想看到罗素维德案被推翻 并称 看看由此造成的混乱 他说 在座的许多人和我的前任都希望通过一项全国性的堕胎禁令 他暗示这可能是一个开始 我的上帝 你们下一步会剥夺什么自由 众议院共和党人在多项优先事项上与白宫意见相左 他们预期这场演讲并不能打破分歧 或者让选民相信拜登的政策会让他们受益 他不断试图引用 大谈重启 而现在将是伟大的重启 是发射 我认为 他的发射将向极了朝鲜的火箭 众议院多数党党编 明尼苏达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汤姆·埃莫说 在中东和乌克兰发生的海外冲突 在此次演讲中占据了突出位置 拜登已在为加沙的以哈战争寻求六州的人道主义暂时停火 并敦促交战双方在下周伊斯兰摘月开始前就临时停火达成一致 周四早些时候 这些希望可能已因哈马斯推出旨在寻求停火的会谈而化为了泡影 民主党内的进步派已敦促拜登应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采取更强硬立场 并要求实现永久停火 在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的总统大选党内初选中 这些担忧以未表态选票的形式浮出水面 在拜登发表演讲之前 呼吁在加沙实现永久停火的大批抗议者聚集在美国国会大厦附近的一条街道上 其中许多人身穿写着拜登的遗产等于种族灭绝字样的T恤衫 拜登一直在敦促众议院议长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人约翰逊 将参议院批准的向美国盟友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 提供近1000亿美元援助的方案提交表决 约翰逊在边境限制方面坚持己见 而民主党人不会接受他的立场 拜登的盟友和一些共和党人 正考虑在没有约翰逊支持的情况下通过这项援助方案 华尔街日报在俄罗斯被拘押记者 埃文·格什科维奇的父母 作为约翰逊的嘉宾出席了国情咨文演讲 美国政府已认定格什科维奇被不当拘留 全文完 全文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